有这样一群医生,他们平时很少出现在患者面前,听不到来自病人的感谢、称赞。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,他们却要长时间近距离地接触新冠病毒。 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,两位检验科医生对中心社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 陈柯林是北京天坛医院核酸检测小组的成员,也是PCR实验室的负责人,曾学习临床医学的他告诉记者,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有很大差别。 相比之下,检验医学更像是幕后的工作,大多数患者对这个科室并不了解。 可能在一般人的这种观念当中,可能觉得你们化验血,化验尿,化验大便,就这个科室,但是其实现在就更多,更多的这种临床医生,他要去对患者做一个正确的诊断,其实对我们的依赖是很多的。 因为现在很多疾病,他的诊断就是比较复杂,他还是要靠很多很多的这种辅助检查。 2020年春节,新冠疫情爆发,核酸检测结果成为诊断新冠肺炎患者必不可少的部分。 对于从业11年的陈柯林来说,这也是他第一次直面高传染性疾病的检测。 那一周其实晚上经常根本就睡不着觉,因为自己要想很多东西,你有一个细节没有想到,可能最后就会出现失误。 而陈柯林的同事,天坛医院核酸检测小组负责人吕洪,曾经经历过SARS时期的检测工作,是名副其实的老将了。 天坛医院检出的第一例新冠病毒阳性样本,就是出自他和另外两位同事之手。 其实你做出阳性你反倒很踏实,就像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做,如果你一直阳性都没有的话,那你肯定要怀疑你做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有问题。 而且其实标本来了以后,你不知道它是阴性和阳性的,你都得拿它当阳性来对待。 作为负责人,吕洪更担心的是小组中的年轻同事。 那一天就可能会七千到一万,因为他都要求24小时内出结果,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都是当天出结果,差不多12小时都出了。 因为那段时间是,的确那两天,的确药物量太大了,其实挺担心的,但是你自己的人千万不能出事,不能倒下。 检验医师们做核酸检测,需要近距离接触活体病毒,因此格外警惕,头疼脑热的症状。 陈柯林就曾出现过一次发热症状。 确实肯定会有一点点害怕,因为自己毕竟是在做这个工作,但是转念一想,没有任何的流行病学史,然后自己防护得很好, 也没有说有过,比如说实验室的污染,晚上他们告诉我是阴的,其实我没有觉得就是很激动啊,或者是觉得放心了,或者松了口气啊这种。 我真哭的时候就是,我要想来上班,大家都很累,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去休息了,就觉得真是。 疫情期间的风风雨雨,也让陈柯林和吕洪对检验医师的工作有了新的理解。 他们说,检验医师也要有临床思维,也要学会和患者沟通,才能更好地完成检验工作。 医师节前夕,天坛医院开办了检验门诊,检验医师开始走向台前。 这是我工作19年来第一次,就除了实习以外,第一次跟病人有这种正面的这种交流。 我觉得病人第一次坐在我的面前的时候,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紧张,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完整的看诊完了以后,其实心里还是挺激动的,然后赶快把那些照片啊资料啊都留下来,以后作为自己也是一个挺宝贵的一个财富。 如果我们走到前边的话,如果能跟患者更好的去交流的话,那么他留的样本能更准确,那么对于我们的检测来说可能是更有帮助的。 对我这个检验医师的这个身份,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和一个改变吧。 今年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,然后也让我迅速成长了很多。 其实检验医师在里面去做这个检测的时候,他会站到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。 当这个结果,比如说真是出现了一个阳性,我们会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要和临床去沟通,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人的症状和这个结果是不是相符的。 通过这次疫情的话,我作为一名检验医师,我就觉得自豪,两个字自豪,四个字非常自豪。